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291章 星空榜 到星空战场的传送阵在星空殿之外 莫无忌几人在走出星空殿之后 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巨大的榜碑 尽管榜碑没有标注是什么榜 莫无忌也能猜到这肯定就是星空榜了 星空榜和问天榜反而不同 星空榜可以看见上面的名字 甚至可以看见第一名是谁 就是看不到第一名后面的那个榜碑顶端到底有什么 星空榜上的每一个名字 都好像是一个伸展出来的立体牌匾一样 一眼看过去就清晰无比 没有台阶 每两个名字中间有一定的间隔 和天地人三界榜每一个榜单 都有一万人上榜不同 星空榜上莫无忌只看见了一千个人 而且莫无忌发现 这星空榜的名单 他只能用眼睛去看 用神念根本就扫不上去 神念都扫不到星空榜上 那钓鱼老头却要自己爬上星空榜顶 肯定不是一跃而上吧 莫无忌下意识往前走了几步 他很快就发现 他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根本不用试莫无忌就知道 这星空榜别说一跃而上了 就是顺着星空榜伸出来的榜名 一节节爬上去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登上了第一之后 会变得简单一些 没想到星空榜上只有一千个人 这想要上学实在是太难了 莫无忌也是感叹大 楚间老子从旁结识 星空榜上一共也就一万人 你刚才看的是竹榜 其余的人都在副榜上 说着他一直距离几人更远处的地方 莫无忌顺着楚间楼指过去的地方 果然看见了一块巨大的阵法榜碑 这个阵法榜碑就没什么台阶和牌匾了 全都是一排排的名字 从上到下密密麻麻 那些名字莫无忌的神念都可以瞧见 可见这副榜就是后来建造起来的 和星空榜的主榜有着天差地别 星空榜上每一个排名就只有一个名字 然后其余什么的都没有 星空副榜上则不但有名字 而且还有来历宗门等等信息 这么多人来到星空战场 想必能上副榜也是很光荣的事情 前面应该就是星空殿了吧 旁其指着广场外面的一座 古朴生灰色的建筑 莫无忌的目光也落在了这建筑上 他几乎看不见这建筑有多宽 只知道建筑的两边 全部延伸进了一片云雾遮掌 至于建筑的顶端 也笼罩在一片云雾之中 楚千楼点了点头 对的 这里就是星空殿 去星空战场 就是从星空殿出去 等会儿进去 我会跟你们说 在星空殿里 就是一个小型的凶真城市 说话之间 楚千楼带着众人 走进了灰色的星空殿里 一进星空殿 莫无忌就知道 楚千楼说的没错 这里面就是一个小型的凶真城市 处处都有屏蔽神念的护镇 他只能看见这里面 有商铺 街道 酒楼 西站 甚至连和青楼 类似的双修楼都有 真墨大陆的灵气 本就比失落大陆浓郁多倍 这星空殿中的灵气 更是浓郁的不可思议 星空殿里来往修士重拖 根本无法数清到底有多少 来往的修士 每一个都是带着浓郁的血沙气息 可见能在这儿的人 没有普通之辈 莫无忌看了一下周围修士的实力 发觉他圆丹镜的实力在这儿 的确算是最低的了 这儿的修士 以真狐和虚神为主 圆丹和真神则并不多 至于人仙那个层次 就算是莫无忌看见了 也不一定能看出来 如何去星空战场呢 莫无忌急着想去一趟荆棘封门 于是便问了楚千楼一句 楚千楼指了指面前那一条宽敞的大道说 从这里过去就是办理星空牌的地方 等我去帮你们办了星空牌 再带你们去看星空战场的入口 楚千楼没有瞎说 他的确是凭借自己的本事 帮莫无忌急人办到了星空牌 而且并没有询问莫无忌急人 任何的来历问题 楚千楼将星空牌发给众人 带着莫无忌急人到了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大厅里 一进到大厅 莫无忌急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菜市场 这大厅里是各种各样的修士 大大小小的阵法显示屏上 不断跳动着一些组队信息和一些招聘人手的信息 这就和一般的修真城市工会一样 楚千楼指着那些阵法显示屏解释 说这地方叫做星空码头 一般新手前往星空战场 需要组队或者是需要别人带的 所以他们要去星空战场 就必须在这儿寻找信息 星空码头的二楼 则是星空战场贡献分交换的地方 他们可以上去用贡献分交换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若是不想在此处交换 别处的一些商楼贡献分也是通用的 一句话 在这儿贡献分可比零食好用得多 获取贡献分的途径很多 在军队里通过军功是最容易获得贡献分的 其次可以通过在这儿接任务 同时也可以在星空战场斩杀星空兽 或是斩杀一羽修士 星空中的一羽修士 大部分修炼方式与真莫大陆不同 灵魂散逸的方式亦有所区别 所以只要斩杀了一羽修士 自然会有贡献分得 而且要切记 星空牌要挂在腰间 不要放在除务戒指里 除千楼一边介绍 一边把三人带上了三楼 在三楼 莫无忌看见了数个巨大的阵门 他现在也能说是精通阵道了 这些阵门 他一看就知道是虚空阵门 从这些阵门跨出去 应该就等于离开了真莫大陆 来到了一个星空之中 楚千楼指着这些阵门说 你们看见这些巨大的阵门了吗 这些就是前往星空战场的阵门 这里的每一个门 都通往真莫大陆外围 星空的一个方位 只要从这个门出去了 就时时刻刻面临着死亡 初姐 我们所在的星空殿 应该不在真莫大陆吧 楚千楼文言点了点头 是的 这里是真莫大陆护震的阵心所在 别看我们所在的星空殿很安全 事实上 这些阵门之外的星空中 我们真莫大陆 可是驻扎了数百万的大军 否则的话 这些阵门 是挡不住星空来者攻击的 莫无忌言党 果然无论是修真界还是凡俗 表面上的安定都是由无数的鲜血换来的 没有驻扎在真莫大陆外星空的那数百万大军 真莫大陆估计也早和失落大陆一样 遭人入侵了 那为何没人想到从失落大陆进入呢 然后再由失落大陆入侵真莫 莫无忌有些奇怪 按理说 失落大陆的实力低 很容易入侵才是 这次不等楚千楼开口 旁边一名秀士 已经忍不住说 朋友 刚来这儿吧 失落大陆和我们真莫同属一颗星球 叫做真星 如果真有人敢从失落大陆进去 那我们还巴不得呢 因为他们是找死 莫无忌更是疑惑 他实在是想不通 因为他就是从失落大陆过来的 等等 自己从失落大陆过来 似乎九死一生啊 楚千楼则又是从旁结识 说失落大陆的修正规则缺陷 灵气匮乏 一旦有人进入失落大陆 只要将真星的困阵一关 那些人就等于死定了 因为失落大陆到真莫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而且他们留在失落大陆 也绝无出头之日 莫无忌已经明白过了 肯定是这边掌控了 整个真星的大户阵 至于有人入侵失落大陆 杀光了失落大陆本来的人 在真莫大陆掌权者的眼中 估计也只是死了几只蚂蚁而已 正如刚才那修士所说 他们还巴不得有人去失落大陆呢 因为外语修士 一旦被困失落大陆 修炼资源匮乏的话 那对真莫的修士来说 等同于关门打钩 莫无忌心里头 顿时涌起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之前对真莫掌权者的敬意 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并非有多么崇高的理想 为了真心所有的人而去防护这里 他们不过是为了护住自己的利益罢了 我们可以先去一楼了解一下 然后各自选择队伍进入星空战场 也可以一起接一个任务进入星空战场 楚剑楼虽然修为比莫无忌强上许多 但他仍然会征询莫无忌的意见 他相信 只要莫无忌在星空战场不陨落 十年后 莫无忌的修为将很有可能会超过他 莫无忌有些歉意地说 我有些事情 需要单独去一趟星空战场 若是我能及时回来的话 那以后我们就组队进去 如果我不能及时回来 那就算了吧 莫无忌早已决定 要前往一趟荆棘封门 荆棘封门可是绝境 他自然不能带着旁骑等人一道过去 否则那不是帮他们 而是害了他们 庞棋等人在听到莫无忌说 要单独前往星空战场之时 眼里都闪过了一丝失望 显然他们是准备和莫无忌一道组队的 不过他们也尊重莫无忌的意见 李吉就表示了 愿意等待下一次的合作 莫无忌做事很是干脆 决定之后 马上就和楚千楼等人告辞 因为不想让楚千楼等人 知道他去向何方 所以他决定单独去大厅荆棘封门 一个时辰以后 莫无忌再回到星空码头的三楼 从这里进入了星空战场 莫无忌刚走 三楼角落处 就有一名黄发修士急切冲向了一楼 而在一楼的一间灵茶室内 早有一名脸色阴沉的男子正在那里等着 当这男子看见来人之后 立刻站起来问道 他走了没 走了 我听到他询问荆棘封门的位置 然后又购买了前往荆棘封门的星空防卫球 最后是从七号星空门离开的 黄发修士小声地说道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